来关心开元46年屏东满洲乡的加勒水风景区 不得疫情冲击 日前公所决定连同港口吊桥景点一并关闭 未来要委外经营 但因为入口大门没有关闭 让游客任意穿梭 还进入到了寒暗禁区 眼界乱象丛生 现在公所决定把入口处关起来 加强管理 校园地形鬼斧神宫 海天一色美景映入眼帘 这里是屏东满洲加勒水风景区 日前不得疫情冲击只能关闭 但如今有游客任意穿梭海岸禁区 站在交言上 民众进入海岸禁区摆出pose 大拍美照 另外还有钓客享受海钓乐 甚至有无人机玩家也前来同乐 但倘若大浪一来 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管理办法 就是要有公贪力跟执行力 那我们相公所其实没有什么花魁可以 应该是肯管处有这个花魁 受疫情影响 开元46年的屏东满洲加勒水风景区 因为连续亏损5年 日前当地公所决定 连同港口吊桥景点一并关闭 未来将委外经营 但由于入口大门没封闭 眼看乱象衍生 目前公所也将关闭入口处 加勒水风景区是不少四五年机身的共同回忆 三十多年前曾创下入园80万人次记录 尽管一度回升到二十万上下 但近年来零零亏损 如今停业后民众擅闯 相公所也将加强管理 避免乱象再起 记得出水平报道